Hello 星星棒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黄毅 好久不见啦 你都应该为自己爱你 很开心 我感觉我又年轻了 我是真的爱他 你的爱的命还重要吗 就是很开心 但是也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有可能我以前就感觉 那个演戏的市场就不一样了 而且你七年都没有特别的拍一些 特别主要的角色 对我来说还是挺慌乱的 一方面你这个角色不像以前 你拍偶像剧 你是有女主光环的 这个戏又很突破 你要演一个二十岁的女儿的一个妈妈 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突破的事情 然后还要谈一段 相差十五岁的一个年夏恋 所以对我来说又开心又有压力 然后又忐忑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有可能底色 就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人 我觉得新鲜事物 我每一个都还是像以前那样 就是有渴望去学习的 而不是说我想要待在舒适圈 为什么丢不掉 我是不太能够理解他 但我觉得我还是可以跟他共情的 因为我觉得人前人后都体面 不太可能 我不相信一个人是没有情绪的 是很完美的 哪怕他是个情绪管理非常好的人 那有可能他自己在某些的自己独处的时候 他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感情 否则就憋出病来了 所以我觉得我是能够共情的 就女人会因为很多事情导致自己的焦虑 在他的生活当中 他的丈夫得了白血病 女儿得了白血病 丈夫又跳楼了 就我特别特别能理解他 他的这种控制欲背后 就是一种保护 希望可以保护女儿 就是一种爱爱到偏激了 所以能理解他的这个歌之后 你会觉得邱家荣也挺可怜的 有一段是我自己设计的 就是我想走到女儿面前 她睡着了 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的在那狂哭 我说这一幕在我的生活当中发生过 就是那时候我女儿很小 但我确实压力非常非常大 然后我就看着她熟睡的那个样子 我就真的希望怎么样我以后能够把她照顾好 然后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就涌出来 这个情绪就是控制不了 我就觉得我能不能把你带好 我真的能保护好你吗 这个妈妈的这种内心的矛盾就 一下子在那个时候就喷发出来了 然后导演说 好啊我觉得这个情绪就很真 我觉得这个情绪就很饱满 我当时就会觉得市场环境就是这样 对所以我也接受 但是你们不知道的是 就导演还给我一个更大的惊喜 让我在里边谈一段姐弟恋呢 所以就觉得 这个也不是每部戏都能够有的 是不是 跟弟弟谈恋爱 相差15岁 这是在生活当中可以有的吗 就是你不一定有这个感受 所以在戏里先试试吧 我觉得就是角色我没有特别的障碍 没有给自己定义能演什么不能演什么 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当妈妈的时候 让我演妈妈 我会去想我能不能把妈妈这个角色演好 但反而我当了妈妈之后 就是我有感受 所以我有这样的经历 我觉得我是可以 可以去就是演好一个母亲 现在我的生活当中 感情确实不是必需品 但现在其实你的生活 有父母的感情 有亲情 有友情 爱情如果它来了 它真的能够让你快乐 我觉得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你真的碰到了一个好的感情 我觉得我只能说 我还是敢勇敢的去全部的给予的 我还是会上头的 只不过现在多了很多的经验 也摔了很多跟头之后 我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是选一个 好像重新来了一遍 就以前的那个人 以前那个黄义 跟现在的黄义就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以前走得太顺了 所有的运气都来了 你不太知道这种被选择的 就被拒绝的这种痛苦 但是现在你再重新返回到这个赛道 也没有这个必要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现在重新出来 反而把自己归零 那你就当我是个新人 我现在带着我所有的能量 然后再重新回到这个赛道 你让我去做什么 我尽量的去配合 但是我希望大家从我身上能看到 我的努力 看到我的演技 就是我非常珍惜每一个能够表达自己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我一直挺好的 我反正没有这种行业的困扰 什么中年女星 没戏拍 反正我有七年都没戏拍 我心态非常好 你会觉得最差的那一个已经翻篇翻过去了 所以现在的每一天 我没有什么让我不高兴的事 每一天都是阳光明媚的 每一天都可以去做我喜欢的事情 所以我非常珍惜 就像跟你这样采访 我也会觉得也很有意思 就不像以前 你会觉得采访是一件 是一个任务 是个工作 反正现在会觉得采访不就是个聊天吗 就是可以想聊什么就聊什么 更多的做到了 就是人前人后 敬前敬后 其实都是我了